一路上紧紧的過關戰爭 當我選擇不參加 因為 今天天空雖然下著微微的細雨 但是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說 所有站出來的台灣人民 為了捍衛台灣民主 大家的決心跟努力 我們希望今天這個活動 在不分黨派大家共同的要求下面 我們的行政部門NCC要硬起來 我們的立法部門立法院要趕快推動修法 不要忽負了今天所有站出來朋友的期待 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特別謝謝館長 他真的背負了非常重的壓力 為了支持這個拒絕紅色媒體 守護台灣民主的行動 非常多的廣告代言都因此而中斷了 其實我看了館長 前兩天連續的直播 述說到他最近的心情 他最近所承受的壓力 我心裡面真的覺得非常的不捨 但是我相信 就是因為有館長這樣子的精神 像今天許許多多 都在台灣這一邊 一起站出來聲援這個活動 支持這些訴求 所有的台灣人民 我相信他們跟館長一樣 大家都很勇敢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一定要站出來 所以我今天站出來是跟台灣人說 我們必須保衛我們自己的國家 不分政黨 然後不分年紀 只要是台灣人都應該站出來這樣 這段時間望中集團 有時刻跟你接觸嗎 他是有派朋友跟我講說 可以來直播啦 他可以來解釋啦 問題是他自己有電視台 他為什麼要直播 他自己就可以解釋 我就跟他講嘛 你就把香港事實報導出來 對不對 把六四天安門事情報導出來 把香港 把人權末世報導出來 還有把他們內部的這種 自由新聞解封嘛 這就可以了嘛